就大马股市里面900个上市公司啊 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这么的stable 怎么样可以找出在大马股市里面 生意return最稳定的公司呢 我们的做法就是 还真的是有迹可循的哦 就是脚踏实地 你也可以看到你的资金的 有效的增长 不一定要追求赚快钱的哦 是 哦 原来100号的这个汽水 是under这个公司的 哦 真厉害啦 这样子Warren Buffer买Coke 我就可以买100%了 哈哈哈哈 人生是一场刻意练习 刻意练习 我是心仪 哦 这位嘉宾呢 基本上是寻众要求啊 实在有太多人说 你什么时候再请他上来 我真的很想要跟他 好好的学习 他在网络上的这个 怎么讲 声望啊 很高啊 大家都觉得哇 听他讲话一定可以学到 很多 所以呢 我又再次请了他上来 这一次呢 我们再订阅的深一点 希望他可以教我们多一些 我们欢迎陈建老师 哈喽 欣怡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好 见到陈建老师 就知道我们要讲投资了 那之前两集 建议大家都可以回去先看 我们从非常的基本 就是从理财开始讲起 然后稍微的碰到股票一点 然后今天我们真正的 就是要 订阅 into一些 实际的操作类的知识 对对对 我这次上来也是 我的使命 就是我想让心仪的观众 能不能够从我们这样子的访谈里面 可以拿到一些 就做价值投资的干货 有没有可能就这样子 讲几句就教会大家呢 就要看你的功力了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我的挑战在这边 老师你一直讲价值投资 价值投资其实是什么 什么概念呢 它是 如果在股票市场里面的价值投资呢 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你投资的那个生意 很多人只是股票是四个号码 回去买满几个 但其实这个股票的代码 后面是一盘生意 可能是Maybank 可能是云顶 可能是大马机场 可能是亚洲航空 那你投资了他的生意 那你一定会想 这个生意接下来会越做越大 还是越做越糟糕呢 然后他会赚越来越多钱 以及他赚了钱之后 有没有分dividend 就profit sharing给我们股东 如果一个生意 十年前他是赚一千万一年 十年后他现在变成赚一百个million一年 那这个股票的value 一定会涨上去的嘛 那其实你的生意涨大了 你的value就会跟着需要反映出来 那这就价值投资了 意思就是我要从基础了解一间公司 他的生意 而去投资他成为他的股东 而不是盲目的跟着那个数目字去买股票 对对很多人就以为 股价一块钱涨到五块钱 我就赚钱了 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可以是真的有刚刚讲到的fundamental 他的生意真的涨大了五倍 所以他股价升五倍是合理的 你看popular bank过去这些年也涨了好多好多倍 是因为他的生意增长 另外一种一块钱涨到五块钱 可能是炒家 纯粹推那个股票上去 操纵那个价钱 怎样炒啊 我们每天听炒股炒股炒股是什么 就是通过一些marketing的手段吗 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公司好有希望哦 这算吗 对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手法 放消息出去了 就纯粹是凭空讲一个故事 告诉市场的人 我未来会安装安装这样子的 你现在来买我的股票了 那那些散户觉得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有gimmick哦 他们就买了哦 那股票其实他也可以 很纯粹的只是一个demand and supply 今天有人买这个股票 一块钱 他可能就从八角涨到一块 明天继续有人买到块二 继续有人买到块半 那他就一直上 但是这个时候啊 如果你是空心的 你其实是根本 交不出任何的这个 所谓的业绩啊 或者dividend啊 那你迟早你的股价 都会打回原形 那这个过程一旦发生的话 其实是对很多散户投资者 最大的伤害来的 很多以前玩股票的人 就是死在这样子的 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整个炒作的过程 让他升起来 可是他没有那个 实际的revenue 公司没有在成长 ETC 对 因为你看啊 如果放消息的那个人 是有吵架在后面的 他最后的目的是 我要将我手上的股票 我拿到的成本 可能是一脚钱 现在一块钱 我要卖给你们这些来接票的 接票侠 所以那我要发很多消息出去 你们来买 那我才能够跑 那最后的赢家才是我 所以其实你跑得慢的话 最后你又变输家了 在这 所以真的要了解价值 所以今天我们 来老师 你可以开始上课了 你要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核心的想法 关于价值投资的部分 对了 这个地方呢 很多网友啊 他们都觉得 你真的能够教的会 人家做股票投资嘛 就每次我们都会被人家问啊 你这么厉害教的话 那你自己也可以做 但问题就是有一些方法 它的科学的原理 你明白了之后啊 其实还不够 你还要坚持做才行的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是知道做价值投资 股票赚钱的原理是什么 OK 所以我们都会听过一个讲法 就是白楼小孩 地买高卖 或者是人家害怕的时候 你就要贪心了 对对对 这个东西你从理论上听了 但你不知道怎么做 或者我介绍一个 叫做中摆效应的原理先 我觉得这个是做价值投资 或者说我们能够在股市里面 散户投资者都可以利用的 一个原理来的 中摆效应就好像 大家想象一下那种旧的 那种中 它不是有一个中多 在那边左右摇摆这样子的 12点有小鸟飞出来的吗 对对对 那它在那边左右摇摆的时候 其实股市里面的人 他也是有情绪的 好消息来的时候 往往会反映的过容 接下来会这样子 还会这样子 市场的人会自己想象的 大家比较容易有感觉的是 三年前COVID-19发生的时候的手套股 对很明显 当时候大家觉得 哇手套公司这个供不应求 哇一定接下来会赚很多很多钱 那那个市场会自我强化的 它越来越多人看好它 但是你看到现在 现在没有人敢碰手套股了 三年后的今天 手套股躺在那边 都没有人敢买 那大家都进而远之了 现在还可以碰的吗 我也不要不要 那就变成了 当你被看衰的时候 可以有税多两千冲 那这个其实就是 股市里面很可爱的一种现象 大家一直看好的时候呢 它一定会过容的 基本上一定会过容 那其实就好像我们讲的那个钟摆 你在中间的时候呢 就是最合理最正常的 但是它往往不会停在中间 它一定会摆来摆去 那当它严重overvalue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碰 但是它摆到严重的悲观 大家都不要它的时候 对了 这个时候很可能 就是人气我取的机会了 老师我想要问 比如说现在Asia 就大家都 好像很厉害这样 因为它的其中一个competitor不在了 感觉上 然后看到它 好多好消息 然后股价又升 那个情况就是 当我知道它股价升的时候 它已经升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应该要买的时候 它还没有升 应该是它还没有升的时候 我就要买 那我怎么知道它现在升 到底是已经是去到 那个最高的位置 还是还可以再高 OK 其实关键就是两步 首先呢 你要对这个生意 是不是跌下来 被人家看虽了之后 它真的有value 这个东西是需要 有一些指标来帮你 其实就是refer一些 financial numbers 如果这个公司 过去的check record 年年都赚钱的话 那只要它的生意 未来能够继续 它是有机会回来的 那OK 这个是第一个前提条件 第二个 你要再多一个指标 去monitor 或者是去measure它 现在到底有多便宜 那这两个东西 我们接下来谈一谈 这两个指标 我们怎么去采纳一般的人 第一个 我想用一个 比较简单的比方 现在我们普通人 最容易去 参与人家的生意 就是去 来人家的fanchise 可能之前的奶茶店 或者任何的加盟店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要去 加盟人家的奶茶店 你会不会去 关心一下 这个奶茶店 过去每一年 我丢了500千 那谁开着奶茶店 我每年能够 有多少%的return 我每年 如果丢500千 每年我是不是 能够净赚回100千 这样子的话 我五年时间 就能够cover回去了 那其实 每一个生意 你过去做的成功 然后你有这个 return的record 参考了之后 那你的风险 其实就变低了 所以现在 如果我看到 Asia有很多好的新闻 我还是要去做功课的 是 当我们看到 其实亚洲航空 现在都很多好消息 其实三年前 COVID的时候 全部都是坏消息 大家讲了Asia 然后大家都在那边 complain 你的那个机票 还没有退回给我 三年前是这样子的 Baturn的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是Asia 现在你看上去 就最好的买入位置 现在反而 从那个三年前的位置 已经回升上来好几倍了 那其实现在 没有当年的那种安全 安全度了 这样子 是哦 其实亚洲航空 如果对于我们刚刚讲到的 如果我要开一间奶茶店 我也会看回它过去五年 它是不是稳定的 帮我赚钱 其实亚洲航空的那个Business Return 它不够稳定 因为这个生意呢 太过容易受到油价的那个影响 第一是油价呢 第二就是地缘政治啊 等一下 哪里哪里不安全呢 大家又不敢去啊 之类的 其实航空业的这个ROE 我们叫做Return on Equity 就是刚刚讲的Business Return呢 不是这么的理想 一般都做的不是很好 反而其他的一些行业 可能是马来西亚的Maybank啊 那你不要以为 哎呀Maybank人人都懂哦 但是其实Maybank啊 年年都是offer 他的股东 About 10%的Return 他的那个Business Return ROE 每年都是在10% 那其实啊 如果一个生意 你年年都能够赚10%的话 它其实是在涨大的 因为我们开一间店啊 你丢100万下去 你今年赚了20% 200千哦 那么这个利润 其实是在你的Bank里面 你的Bank Account 那明年你用来做生意的 本钱就是你原本的100万 加上你今年赚的200千 你就用1.2个Million 继续去roll你的Business 哦 所以其实如果你每年都会 涨大的话 其实你的生意的雪球 是在滚动的 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 一开始的价值投资 如果你发现有一个公司 它的雪球在一直滚 嗯 其实这个公司在未来 就会越变越赚钱 越变越值钱 老师你提了几次ROE这个字眼 我要怎么知道 每一个公司的ROE是多少 然后我要去哪里check 最简单的 如果你要自己统计的话 就每一年 你将公司的年报 从大马交易所的网站里面 它是免费的 你可以免费下载下来 然后你自己用Excel来记录 哦 这个公司的profit 今年的profit是多少 然后它今年的shareholder fund 股东一共给了多少钱 这个公司去run这个business 之后你就可以calculate 它的return 但这个其实就很麻烦 嗯 一般现在呢 我们都会用一些 网上的数据 比如股票行会有数据啊 或者是网上也会有一些 专门投资的 一些financial portal啊 也会有 那我们Grand Pi 我们自己也会有 这样子的数据 那我们甚至也 利用这些数据呢 开发出 我们在大马股市里面 可以用来帮助一些 value investor 做saving investment 我们叫做定期存股的 这个做法 嗯 我们也有我们的APP 叫做value farm value farm 对对对 所以我们用我们的 当然这个是有收费的 当然不是很贵 为什么看不起我啊 我现在买不起吗 不是不是 因为我以为 你要我介绍一些免费的 这个给你的那个 听众朋友们 其实有一些免费的做法 但我们收费也很便宜 一天一块钱啊 所以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其实我哥在上你们的家的课的时候 也是有跟我提过这个APP 我稍微有一点了解 反正就是 因为股票有很多 那你们就稍微的筛选一下 一些表现比较好的 是这样子吗 我们为什么会将它叫做value farm呢 就是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 可以enjoy这个储蓄理财的过程 在对于unike or not 对于普通的马来西亚打工族来讲呢 最有效的理财方法呢 其实是好像EPF这样子的 有一点点强制性 对 有一点强制性 然后有discipline的存钱 但是我们丢给EPF呢 很多人就 我很不情愿交给EPF 原本我可以拿来花掉的 但其实EPF呢 是拿了你的钱去投资 最主要的其中一个 就是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 所以其实很多EPF的member呢 你不小心已经变成 大马股市的投资者 对对 你也在投资 只是你不懂 那我们其实看到这种方法呢 是适合大部分人去 滚他的财富的血球的 就是一个月要spare多少钱 你每天讲储蓄 我很怕50块又是储蓄 100块又是储蓄 每个人自己的EPF 就每个人的收入情况不一样 那你就对标一下 你自己的EPF 我们其实是想鼓励更多的人呢 做多一个 类似EPF这样子的投资 就现在我们叫做 EPF你有两个account嘛 现在你能不能够 自己再做多account tree出来 所以如果你自己在 股票市场里面 做多一个这样子的 saving investment的plan呢 很有可能在你 let's say 20多 30多岁的 马来西亚的打工一厨 到你退休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你多了 一个100万 多了另外一个EPF 很可能 这个用你自己的 value invest的方法 做出来的EPF account tree呢 它滚出来的那个雪球呢 你有机会outperform你原本的 那个EPF的 OK 我们来再仔细讲一下 就是这个value farm的APP 我要学做储蓄投资 那我里面看到一些 很有potential的股票 是这样子吗 所以这个APP会帮我 分析些什么 首先我刚刚讲到的 当我们要利用 这个钟摆效应的时候 其实你的第一步就是 你要找到那些 所谓的有value的business出来 就大马股市里面 900个上市公司 不是所有的公司 都这么的stable 包括你刚刚讲到的 Asia 其实它风险很大的 那对比一下 如果是Puppet Bank 跟Maybank的话呢 它的生意其实稳定很多 那怎么样可以找出 在大马股市里面 生意return最稳定的公司呢 我们的做法就是 用过去五年 In the past five years 你的ROE 是不是能够稳定的 保持在十八千 double digit的这个水平 所以尽量在十八千的 这个水平以上 可以保持得到稳定的公司 其实它就是每一年 以十八千的速度呢 它的整个business 是在growth up的 那我们其实 只要将你的钱 投入在这些公司身上啊 你变成它的股东 那这个公司的增长 它的血球的滚搭呢 就会对你的财富效应 进行拉动了 所以这个app 我看了ROE之外 还可以让我知道什么资讯 第一是我们 其实是帮你将 整个大马股市里面 有九百个上市公司 那我们filter掉 你刚刚讲到的 Asia那种不够稳定的 我们其实是要filter掉 还一直针对我讲Asia 没有因为这个是很有代表 你们这种肤浅的人啊 只是看新闻而已 不是很有代表性的信息 你刚刚讲到的 因为我们普通人 在股市里面啊 可能他们能够 数出来的上市公司啊 十个手指头就加买了 就mayback 其实还有很多的 对对对对 知名度高 不代表这个公司 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对象 它的financial record 够不够稳定啊 其实是很多人 没有办法去对比的 所以我们刚刚提出的标准就是 只要你看到过去五年 像我们现在想投资 一些奶茶店这样子 或者任何的加盟店 你过去五年的 business return 够不够稳定一些 是不是10%以上 是的话 我才考虑 那我们用这个方式 首先帮大家 在整个大马股市里面啊 收窄那个选股范围 900个上市公司 一过滤啊 我们其实只留下 10%给他们 就90个 这90个的公司呢 它过去五年的 business return 都是稳定的 而且是多数都是 有在double digit 或者high single digit的 这种生意 你就只参考 这个list里面去挑选 你的风险 其实就比你乱买 或者靠感觉 或者只是 就是大概 这个公司知名度 好像不错 其实这个是 有效的降低 投资者的风险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我们在帮他们 加进去 那现在这个公司 有没有刚刚讲到的 钟摆效应的 贵跟便宜 哦 哦 是是是 你如果发现 它现在正是市场的宠额 哇 当红榨子机 那种股票 很危险哦 其实 因为它很可能overvalue了 那我们其实引导大家呢 一定要做人气我去 因为价值投资 一开始不是说嘛 有一些掐门 你可以利用的 就是低买高卖 嗯 那怎么样define它低 那我们其实就用这个 price to book value 就公司的股价 对比它的 呃 每股资产净值 市场大概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的生意 很赚钱的话呢 大家就会愿意 给更高的 加盟费去 join你的business 好像那种fanchise 一样 嗯 那我们就看 统计过去五年的 哦 统计过去五年 其实 呃 或者我再换一个比方啊 好像我们讲房地产 比如我们在 现在这个打慢啊 我想投资这个 打慢的房地产 现在我到底是 买贵还是买便宜呢 嗯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找回过去 五年这个打慢啊 per square fee是多少钱 嗯 如果你发现过去五年 它第一年是 七百块 嗯 per square fee 第二年八百块 第三年九百块 之后 呃 第四年去到一千块 第五年呢 它贴回下来 八百五十块 嗯 那你有了这五年 这个打慢 过去五年的 per square fee的那个 价格波动啊 嗯 那你将那个 中位数找出来 啊 就是这五年里面啊 平均数 不能够用平均数 最高和最低 对 三调最高 三调最低 三调第二高 再三调第二低 剩下的那个 其实就叫做 medium 中位数 其实你就是要看 过去五年 投资这个打慢的 per square fee 它的中间水平 大概在哪里 然后你拿这个 作为标准 我比这个价格 let's say 我们刚刚讲到的 应该就是 大概八百块吧 嗯 八百块以下买 那我不会买的 太贵了 明白 所以你就要看 这个打慢哦 就是它的那个 在中摆的 哪一个位置啦 啊 是是 我们有了过去 五年的这个统计 你就可以知道 它现在 你参考过去五年啊 的那个中位数字 其实就是那个 中摆的 最中间的那个地方 其实是fair value嘛 然后你摆过来 左边可能就over value 你摆过来右边 可能就under value 我们先将那个中摆 最这个fair value的 那个位置找出来 然后我再看 那你最新 现在是多少呢 现在如果 哇原来 你已经是跌到 五年以来的 最便宜的那个水平了 那你就容易define it is under value now 所以我那个 Value Farm的app 如果像我一样 就是不会投资 我又不会看财报 什么都不会看的人 那都可以使用吗 我现在是新手的话 好 我们帮你有这个 过滤财务条件的功能 帮你收窄选股范围 那还有就是 过滤出来的 那刚刚我们讲到的 九百个公司 你只需要看 10% 里面的 最稳定的生意的这些 或者派系最大方的 那在这些公司里面呢 我们还另外会给 一些投资新手 投资小白呢 去制作这些公司的视频介绍 就我们会有video 来introduce 这个公司 其实做什么的 F&M 刚刚我有打开给你看了 原来100号的这个汽水 是under这个公司的 然后他的这个 每一年的销售 是大概多少 他做什么生意的 公司会交季度业绩报告的 那我们也会有团队在后面 给大家去update 这公司最新的季度报告里面呢 他的profit performance 符不符合预期啊 他成长了 为什么会成长 或者是他这个业绩低于预期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我们其实是有人专门 帮助valuefarm的user 去追踪住这些公司的 厉害了 这样子warren buffer买cook 我就可以买100% 虽然差很远 有点像马来西亚的 这个100号 真的是有点像这个 真的是有点像cook啊 我觉得他的那个江湖地位 真的是有点像了 在马来西亚 但是最近又出了一个 挺有趣的减肥药啊 然后令到大家对于糖分啊 对于那个汽水啊 还有快餐呢 都好像能够有效地减少依赖 那搞到最近口口可乐的股票 其实在美国跌满多一下子 因为这个减肥药的关系 是哦 了解了解 OK所以我们讲回去 valuefarm的app 又有追踪 然后又有筛选 财报呢 如果要了解那个公司 更加详细的话呢 是需要读一读 这个公司的财务报告 但是财务报告又很复杂 因为没有学过accounting的人呢 我曾经打开过一次来看 就很多支 对很多 numbers 我完全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 是是因为 关于怎么看公司的财报 而且怎么样可以让 没有学过accounting的人去学会呢 这东西我之前 在我自己的YouTube的频道呢 也做过一些努力的 我也尝试在我的直播啊 就是跟大家去介绍 怎么看公司的三份财务报告 公司的三份财务报告 其实就是资产负债表啦 这个损益表啦 英文是income statement 资产负债表是那个balance sheet 以及最后就是现金流 cash flow的statement 那我怎么看呢 其实最简单的 可以从它的outline 它整个格式 从它的format里面呢 大概我们知道一个公司 怎么做账的 那其实这个已经够了 你现在不知道怎么做股票投资 那ok 现在帮你过滤 然后帮你看 它现在贵还是便宜 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朋友呢 想学多一点呢 关于这个财务报告的方面 所以呢 我们也会给valuefarm的用户呢 我们另外制作的 关于financial report的teaching class 我们另外教大家三份财务报告 怎么样去看它的架构 以及呢 里面有六个小的技巧啊 比如学会怎么避开 那些做假账的公司 我们也很害怕的 像有些公司做假账怎么办 有没有得避的 看得出来做假账的啊 其实是有财务的过滤条件 可以帮我们filter掉那些 有嫌疑 有怀疑它这个账目 不是这么的健康的 可以避开的 我们就加了这六个小的技巧 里面呢 可以帮大家避开投资风险 跟可能可以寻找出 额外的一些财报里面 带来的投资机会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是有送给 现在参加valuefarm subscribe这个valuefarmAPP的 一些同学们的 你这样远来到 你不要给一个package我们吗 我就想说 如果心意的观众朋友们 是有兴趣学这个东西的话呢 可以最简单的就是 透过subscribe我们的valuefarmAPP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帮忙里 做价值投资的工具 同时呢 我们也送这个财务报告的课程 给心意的观众朋友们的 它是一个bundle的 现在是多少钱 599 599 对对对 网均用一年 是 其实你会有课程 加上这个app呢 我觉得对于很多想尝试 做价值投资的新朋友来讲呢 这个门槛是很低的 因为等于你每天真的是 两块钱都还不到 对对对 那你做股票投资的话呢 你去外面可能subscribe一些 software什么的都 很容易是上签的 那我们做给 马来西亚投资者的 这个价值投资的工具呢 我们是希望 它更加大众化的 所以希望 有这个需求的同学们 刚好就可能 在我们这边找到 原来这个product是适合你了 是 所以刚才老师讲的 我也看过 那个valuefarm的app 我也觉得 好像还挺实用 而且很容易看 它就是绿色就 OK you can go 红色就 Don't go 就完全分类 跟你说这个股票什么情况 这个其实就是关于 它的valuation 它现在有没有discount的问题 我们用比较简单的 红青灯的方式来 给我们的用户更容易看 当然其实app里面呢 它是有e-learning的video 已经record好了 就会解析给用户朋友们 这个红色青色 它其实是真正讲的是什么东西 就我们也不想大家盲目的 将它当成一个买卖的提示 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 对 不是直接给tipsy 只是跟你说 这个公司的表现怎么样 是 所以我们其实鼓励大家 你要做价值投资 从一开始在这个访谈里面 我讲到的 首先你要知道这个公司 是不是一个好公司 你看它过去五年的 这个business return 然后它现在贵还是便宜 你也要追踪住 这个生意是不是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越有问题 所以每三个月 我们都会有video去帮忙追踪 那剩下来 投资者要做的 其实就是适度的分散 适度的分散 可能买 你投资的时候 你是以投资组合的方式 不要估注一招 我们不鼓励估注一招 要分散 是分散多少算分散呢 一般我们都会有三个到五个这样子的股票 Let's say 你做投资组合的话 很多人很容易犯一个问题的 就我买main bank 然后我又买puppet bank 我再买CIMB 那其实三个都是bank 你并没有任何的分散风险 我们讲的分散风险 你要选不同的行业 可能是银行 可能是一个做家具的 可能是另外一个做construction的 搭配起来 那你就不会这么容易的 受到同一个行业的 有问题的时候的冲击 那这个是适度的分散 其实最后这个成功的关键 价值投资 为什么EPF 能够每年给我们 5到6%的这样子的 很guarantee一下子的return 最关键的其实是他坚持 我们你说EPF帮你投资的时候 EPF的股票 他买的股票跌的时候 其实也是跌哦 其实也是跌的 股债的时候 你会看到EPF一样缩水的 但是你没有办法 股债的时候 你还是每个月照样给 那个EPF钱 那EPF其实就有了 这个很天然的条件 行情不好的时候 EPF的member keep on contribute 这个钱给我 那EPF的基金经理 就可以利用 这些在熊市的时候 出现的现金流 去趁低买入 之后牛市一回来 那EPF的return又上回去了 那大家就发现 哦没事了 我的EPF又赚回钱了 那其实这个东西呢 在股市里面 是一直在发生着的 所以最后的一个关键 就是long term invest 刚刚我们讲的 你buy low sell high on good company 好的公司便宜买 那你已经很难输的了 剩下来就是 你坚持投资 坚持好像储蓄 每个月给一点 每个月给一点 好像每个月 供车或者供房子 这样子啊 你很容易看到 你的血球滚上来 所以我一定赚的 这样子 基本上这个 你看这个原理啊 如果我们做的 一个事情 它有效果 它是有科学原理 在里面的话 我们最重要的是 将那个科学原理 弄明白吗 你投资的是一个 对的生意 Let's say Maybank 你很难在马来西亚 Maybank发生问题 如果Maybank都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整个 马来西亚经济 也会有问题 对 那我们投资的是 好的生意 而且你还在 便宜under value的时候 去买入 它越便宜的时候 可能你会慢慢买 买越多 加注 然后给它时间 等这个生意 重新又获得 市场认同的时候 那个钟摆又回到 大家认可它的时候 它就升上来给你 其实这种方式 在长期里面啊 你参考 EPF的这个return啊 其实这个方法 长期是 很work的 一定work的 很多人在 问题是 他在中间 他放弃了 对对对 他中间吓到了 是 所以 其实方法很简单 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样子的 知道了一件事之后 有没有着手去做 然后有没有 像老师讲的 长时间去做 然后去执行 所以现在大家需要 看的就是 你每个月给到 EPF 假设是100块 那你就拿你 差不多跟 EPF一样的价格 然后先去看 没有人给100块 那么少 假设啦 就是 如果你有这个 EPF了之后 你就去 value form 看看 我觉得稍微去学也是好的 去学会财报 然后去看看 到底哪一些公司 值得你投资 然后每个月 一点点 一点点的去存 稍微的 你觉得啦 大概我坚持多久 就可以看到 有一点点小成绩哦 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 他坚持做的话呢 我会开始感受得到 他们的喜悦 就很多人回来 跟我讲 哎呀老师 我当着了 其实就是可能 Let's say 三年前那个 疫情发生之后 大家可能不敢买股票 但是2021年的时候 陆陆续续 有人去买一些股票 到2022年 2023年 他们很多回升上来了 其实最多人 在过去这两年 做得好的股票 真的我没有办法否认 是Maybank 可以从local给回到高价 那你每个月 慢慢收 慢慢收Maybank的人 你的return其实是 好过你 直接存Maybank的FT 好很多倍的 还真的是 有迹可循的 就是脚踏实地 你也可以看到 你的资金的 有效的增长 不一定要追求赚快钱的 是 所以大家 在这个视频下方 我们有一个 Valufarm的链接 大家可以去点 然后去了解更多 那599的价格 可以让你用这个APP一年 当然还包括学习财报的一些知识 我觉得正在学习的立场 是非常值得的 像老师讲 可能一天也是两块钱 这样子 两块钱有着 两块钱 现在你去餐厅 可以买到一杯白开水 你只要 一杯白开水 就可以 就是得到更好的价值了 我们谢谢陈建老师 在我们这里 教会这么多 当然大家可以comment一下 陈建老师 有没有用一张嘴 就教会你怎么样 做股票投资呢 对对对 他今天的目标 是我要用一张嘴 就跟你讲会 这件事 对我要将那个原理 讲透的话呢 我觉得我的任务就完整了 然后当然 如果你是看了这个视频 然后你真的学会价值投资 两年之后 欢迎你回来这个视频下面告诉我们 老师 我得走啦 这样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开心的点 这样我也会非常的高兴 OK 我们谢谢陈建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